三十歲以後 你們說錯了 你們說錯了 小學還沒讀完 我就去兆治賺六十元個月 搬機器 你知道以前剛剛拍彩色片 那些機器 撕草 傻瓜 我能搬一部機器 像跑步那樣走 所以那時我不怕搬一部 六十元個月 六十元一個月 一個月一個月 那時攝影師很喜歡找我搬機器 我搬就不用搬 我就搬 我搬了 六十元很值得請 很大分 小時候在兆治已經做了六十元個月 我能夠做到三百多元的工資 我才不做它 抽出來闖一下 然後大佬闖一下闖一下 闖到現在這樣 你們在道具崗也做過嗎 我做過很多 搬機器 最粗重的 然後搬到道具 搬到道具 我見過他搬到道具 搬到道具 沒有做了 有一陣調整是低潮了 但是沒有做 走了去武廳做 做甚麼 你說我去武廳做甚麼 站在門口 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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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了好幾年 保安做不得事 還要做這行 怎麼做呢 就是 做到保安沒得做 保安 為甚麼沒得做呢 你做保安當然是得失人 仇家多當然是秘秘 不是害怕 而是免得過就不免 沒得做就糟了 沒得做就糟了 就糟了兩樣 養兩樣就可以了 叫我拿拳頭 你拿拳頭可以 拿這樣撒撒不行 在亞洲電線 騙了一整年飯吃 到修哥找我出去拍戲 一直拍到現在 這首電影是 是修哥的 第一部電影真的做得好 令我到處打聽 那個人是誰的 就是他拍的 王家凡 在跑馬地的斜路那場 嘩 傻哥真的好 不是假的 假的 不一定 然後呢 就認識了傻哥 就是因為拍你的那部騎警 我最記得 我做過那個 那個臭小子 出鹹汁書那個 那個老爸 然後呢 他就過來 我隔了一個鐵閘 鏡頭在我們前面 我看到傻哥 那個眼神 嘩 打尿陣 真的嚇壞了 那次是 西貢的外景 嘩 這個人沒得撐 這個人 為什麼可以這樣 眼神 現在都有 那個眼神是做起才有的 是嗎 平時沒有的 現在收了火了 信得佛了 沒有信任 真是的 好 接下來 我們再爆這班 朋友的內幕 各位好朋友 好朋友 我們回來 今晚真是朋友的派對 多謝你們收睇今夜不治 好了 我剛才說了 要爆我的老友內幕 我想爆一下修哥 李修爺 修哥呢 那時候是頑皮仔 是嗎 你又修哥了 你修爺嘛 修仔 修仔幾時都頑皮 那時候是沒有修的 是不是 為什麼沒有修 你入訓練班要做什麼 入訓練班 我做過很多行 你那時候很厲害 做什麼行 美夫新村現在的女窗 有百分之八十 這個人裝的 沒有那麼多 那我誇張一點 有些 他做女窗 你說說 我做女窗 地盤 救生員 賣點心 什麼都做過 那你很早出來工作 沒辦法 沒得吃在家裡 這樣不做嗎 他游水游得最好的 我知道 他是游泳損失 為什麼會做到女窗 這麼奇怪 什麼叫做 女窗要是技術工人 是啊 那時候讀工專 我還讀那時候 懂得看普通的畫圖 聽聞你畫圖很棒 是嗎 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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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得看圖 在工廠那裡 做過一些女窗板 慢慢就 出去地盤裝窗 聽聞說 很早就升科文 今天就有能力 很早就做工頭 很小 十六歲多 叫做帶著幾個小孩 你有高大 有十六歲 搬槍夠力 好像搬槍夠力 搬到他 所以香港社會 只要有勤勤 有勤力肯做 任何人都有發展機會 那時候我們小時候做事 很勤力 不管每天上班的時間 就做到收工 你一定想到十六歲 女窗高人 過了十兩年 你會變成大導演 我那個女窗 真的 大導演在旁邊 你也是導演 有做演員 繼續說女窗那樣東西 我想聽 為什麼女窗 你在不想 因為我家的女窗想換 我們負責那些 大些工程 好像出口 新機內 那些 大幅 需要一些夜班工人 那日 回到日後 我記得那時候 是1970 1969年左右 日後的寄工就十七元 晚上的寄工就三十四元 哇 很高的薪金 很厲害 熬夜 局是熬夜 即熬夜去做雙倍工 一直做下去 挺好的 那時候 記得當差也是四百多元 是 是 PC正形四百多元 做個光板也是一千元的工 那時候有得貪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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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即是預了一條數 那結果 做 一路做 做到 入肆市就沒有了 但是那時候 你一個月都賺不少 三十四元工 是啊 又加上勤工 那些 禮拜不開工 那 即是禮拜開工 雙工 這樣你入肆餐班 收入減少很多 少了 沒有 有七百多元 我進去就很高了 七百五元 都有這麼多 那時候知道羅列只有二百元 黃宇只有四百元 是啊 基本人工是這樣的 我最記得什麼呢 就是我簽約那一招 就是陳星解約 陳星解約 陳星解約 只有八百五十元 哦 所以要解約 那公司加一百元工給他 就九百五十元 他說不行 他要千一元 哦 那因為那百多元 他就很生氣 那便離開少許 哦 那結果最後一套龍虎攤 那個熊都 是是是是 吳思願第一部戲 何守信 做男主角的 沒有人相信何守信 做過男主角 第一部 黨國攤 黨國攤 不是 你說忽然間做了大導演 演員 這些都經過一段時間 不是 他那時候 他跟荷莉莉拍過一部戲 是漫藝片來的 張珍澤導演 拍戲又拍拖 一起去做男主角 拍戲又拍拖 拍戲 我們也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他站在那裡 真的會說不行 真的不知道 你知道的 你問他自己 跟荷莉莉談不齊 怎麼談